佛在镜上讲 照顾我们自己的父母 那个功德等于供养佛 佛常讲的 你家里头有两尊和佛 那就是你的父母 父母不孝养 父母不供养就供养佛 佛不会接受 佛是说你是来巴结我的 你不怀好意 你不是真心 你真正能孝顺父母 在供养佛佛欢喜 佛会接受 反而是不孝父母 说是尊敬佛的 没得到的 所以一定是从孝勤尊师下手 我们修佛的人 对佛恭敬 每一天拜佛 对父母不恭敬 所以你学佛 舍不忏 你们诸位细细想想 你学佛学了几年呢 学了几十年呢 依旧还是个凡夫 没有入佛的经济 什么原因呢 你一开头就错了 你应该怎么做 这个做法呢 父母在家里 是两尊活佛 你父母调的佛 你天天拜他 那个活佛不拜 你怎么学的 你怎么会成功 这不是我教你的 这是世尊教育 你的父母在家 是两尊活佛 虽然过不夜 每一天早晨起来 这父母刻三个想头 不明昭 父母也不希望的 这个做法 你那个恭敬心 对佛的那种 孝顺恭敬的心 一定要对着父母 敬义散佛 是佛对所有学佛的人 这弟子们 共同的教会 是佛教人的总纲理 总原则 这决定不能违背的 总原则总共是三条 一共是一句 第一条四句 第二条三句 第三条四句 同一句里头 叫根治根 效仰父母 奉死死掌 慈心不杀 修士神仪 要儒教修行供养 我们用认真儒教修行 就是供养佛陀 供养弥陀 供养受访三世 一切祝福如来 效仰父母 怎么效仿 世间效仰 落实在笛子柜 落实在感应片 落实在十山野 我们能把这三样东西 统统做到了 真正孝顺子 真正奉死死掌 根扎稳了 这什么根 世间法 神仙之根 出世间法 佛菩萨的根 根要是不稳 摇摆不定 臣就难了 效仰不容易 不仅是要对父母 照顾物质的供养 物质生活的供养 精神生活供养 比物质供养 还要重要 养父母的心 养父母之志 我们有没有 把这种事情 常常放在心上 父母在 我们时时刻刻 不忘 不忘照顾父母 父母不在 常常思念父母 对于我们的期望 我们齐心的动力 所作所为 想一想 父母要是知道了 他会不会生了关系 他同不同意 我们这样的想 这样的做 假如这个事情 是不善 对社会 对众生 是不利的 我们就想到 父母肯定 不同意 不赞成 这个事情 就不能做 哪一个做父母的人 不希望自己的儿孙 我们在这个社会 既有功利益 光耀门媚 光中标准 静下父母现在 我们能体会到 我们能想得到 事出事件 大声大声 叫我们从南做起 从离近 离近从南地学起 从对父母学起 对祖宗学起 对老师学起 你比较容易 校养父母里的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有恭敬心 照顾父母再做到 恭敬心不足还是不小 那么对老师 离近祝福 一个道理 没有离近 就没有成就 印族说的 一份离近得一份利益 没有离近你得不到利益 你说这个多重要 佛是人做的 先要学会做人 然后你才会做菩萨 做佛 这个很重要 那做人就必须 要从孝顺父母做起 孝勤尊死 这个是圣贤的大根大本 我们不能不知道 为什么 我们的身体 它自于父母 父母对我们有养育之恩 我们的智慧得自于老师 所以老师给我们发生毁灭 一个人 无论是是法是佛法 真正成就 得利于这两个大恩人 知恩报恩 忘恩负义 不愧有成就 无论他有多大的福报 有多么能干 做多大的事业 最后都不愧着你 为什么 像树一样没干 孝阳父母 奉死死长 死心不杀 修是善意 我们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很认真去学习 为什么 佛在经上介绍的 说得很清楚 西方世界都是上善之人 聚会一处 如果我们不是上善之人 怎么能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看看人家都是上善之人 我们自己不善 跟他们在一起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也觉得个个不弱 所以 世尊是先教导我们 要培养上善的条件 上善的条件 是从孝亲尊师做起 换一句话说 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目的是做佛 做佛 天要做人 人都做不好 你怎么能做佛呢 这个一定道理啊 你一定要做到人中之好人 好人里面的好人 就上善 所以不能不孝阳父母 不能不奉俗自大